大家好我是Paul周遇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这篇的内容还蛮紧凑的 我们可以学到的东西不少 他问的是 早上起床第一件做的事是什么 这是问女人版 那当然你知道这是reddit的讨论 所以西方上面都是比较多 外国人给我们一些 西方人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是什么 这个概念 马上往下看 讨论很紧凑 第一个 check my phone of course 我早上起床第一件事也是抓手机起来看 所以看手机 然后他说的是 sadly not proud of it 他对这件事没有说很骄傲 承认自己早上第一件事看手机 下面的人回应了 me too that's part of the reason I asked this question 这是op original post poster 原本的这个原po 所以这就是我问这个问题的其中一部分理由 because I need a new routine or habit when I first wake up 他想听听大家意见 他想要能够获得一些新的routine routine你大概知道了 我们生活中都常听到这个字 即便我们中文的世界 所以早上起床的一些 你会做的惯例是什么 然后他说 I want the same 他也想要 but I just read through the answers and nothing has inspired me to change my bad habits 所以他把下面的答案都看过去了 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能够激发他 来改变他的习惯的这个想法 所以对于一些比较新的同学 inspire这个字 你如果不知道的话 他有激发灵感的意思 OK 所以没有什么东西有inspire他 下一个又me too了 but it's basically to get up easier the light of the screen really helps me wake up 所以这里说了一个点 但看手机这件事啊 是能够让起床变得简单点 it's basically to get up easier 为什么 因为手机萤幕的灯光 真的能够让人家比较醒 所以你要说睡前不要用 是很合理的 so the light of the screen really helps me wake up me too I watch TikTok because if I check any other social media reading makes me fall back asleep 所以他起床呢 第一个先看抖音 因为如果他check其他的social media 你知道就社交媒体的话 阅读会让我又睡回去 所以这个人这么严重 读几个字就会又睡回去 所以fall asleep是睡觉 回去又睡fall back asleep 这个其实是很简单的英文 但我们今天就走简单一点路 现在没什么不好的 so fall asleep 就是去睡着 ok sleep是动词可以 可是fall asleep就是睡着这个过程 下一个人又说same same same 一大堆人都说同意 sure ok 然后第二个人终于看到另外一个post 第一件是屁尿尿 ok so damn not even get out of bed 你不下床吗 你不先下床就尿吗 尿床上吗 这个人在开玩笑 所以这个人也开回去 应该是同一个人吧 哦不是 另外一个人说了 so what do you think pillow cases are for 你觉得枕头套是哪来干嘛的呢 所以他说 他imply的意思是枕头套是哪来装尿的这样 然后他马上就知道自己说说话 他就说 I'll see myself out 什么意思啊 啊我自己走了 ok 你不用叫我滚了 我自己会开门自己走掉 这就叫做I'll see myself out 这是一个很英文的表达方式 中文不太好翻译的 ok 所以 如果说你来我家玩 然后我说 然后你说那你要走了 我说那不送了 你自己走吧 那我就可以对你说 我see yourself out 是可以的 ok 所以这个我就不打上去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英文的用法 他说啊我自己走 请你们不要赶我 不需要 我知道我说说话了 I'll see myself out 然后下一个人又回应了 是不是前面那个人说的 不不不 yeah ok 所以这个人就回答 I mean personally I prefer to shit in my pillowcases it increases comfort 所以他又开回去 开玩笑回去 这两个人在嘴炮了 他说 他的这个枕头套是拿来装大便的 所以个人我prefer是大便在里面 而不是那样在里面 他会增加他的舒服度 然后他也知道 他也在开玩笑 然后说说话 I'll see myself out too ok 其实也没有多好笑 但总之下面的也就笑了 alright 好然后 如果不用尿尿的话 我基本上会继续睡下去 我大概也是这样 If I didn't have to pee I'd honestly just continue sleeping sure 下一个 kiss wife sometimes cat 有时候亲老婆 亲老婆 有时候亲猫 酷 same but the inverse 但倒过来 所以也就是可能是老婆亲她 或猫亲她 kiss sometimes wife's cat 他在这边乱开始 把一些自食乱动 所以亲有时候老婆的猫 什么的这样子 下面一个人说 应该送给他男朋友看 take a minute to stretch and enjoy the feeling of being comfortable in bed purposely don't pick up my phone for a bit and just see what my thought excuse me and just see what thoughts pump into my head organically without the stimulus of social media news or texts 所以这个人写的 还蛮不错的 老老实实 把他的这个想法 都陈述很清楚 所以花一分钟 来stretch 所以stretch是什么呢 伸懒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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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也可以是拉筋 对这个动作 基本上是同一件事 伸懒腰跟拉筋 基本上是同一件事 ok 所以花一分钟来 stretch 然后enjoy the feeling of being comfortable in bed 享受这个 在床上舒服着的感觉 enjoy the feeling of being comfortable in bed 那注意在床上叫做in bed 这个在国中应该 如果教过这个英文 不是unbed 是in bed 然后故意不 把手机拿起来 purposely don't pick up my phone for a bit 对 等一下下 故意不拿手机起来 and just see what thoughts pump into my head organically 就看有什么想法 会蹦进我脑袋里 在我脑袋中发生 而且是很有机式的发生 外国人很喜欢用这个 organic organically这样的一个词 OK 他们会觉得 只要不刻意的 没有用机械式的方式 生产出的东西 像工作里 公司里面很多的一些 做事情的程序 都比较不organic 因为我们有SOP SOP这件事情 就非常的不organic 只要是organic就是 反正中文翻译成有机 可能就可以翻译成很自然 这样子 所以像如果我们今天聊天 那我就非常的 我就问你工作做什么 平常做什么娱乐 有没有结婚 有没有老婆 有没有孩子 还是做些什么消遣 投资什么股票 我如果故意用这个方式 去跟你聊天的话 这个聊天感觉就比较不organic 你会觉得我好像很刻意跟你聊一些 像interview的问题一样 所以如果我们讲到什么聊什么 想到什么聊什么 那我们就可以说这个 聊天比较 你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词 叫做比较spontaneous 很随性的一个概念 那用organic来说也是可以的 所以外国人很爱organic这个字 所以就有什么想法 可以进到脑袋 organically without the stimulus of social media 就没有社交媒体的这种刺激 我就能够很有机的想出一些什么想法 所以他想要看看会不会这样的发生 所以没有social media 没有news 没有新闻 没有文字简讯 所以stimulus这个字也认识一下下 像美国政府有时候推出一些什么 刺激经济的方案 或什么的 所以那个我们有时候叫它stimulus package 所以这个刺激有这样的一个用法 然后再来下一个人说的 Same picking up my phone and checking my inbox and whatsapp often gives me immediate stress I try to avoid that and try to wake up peacefully so much better 所以同样的 他把手机拿起来 看他的inbox 这个inbox就是你的邮箱 你的电子邮件的邮箱 可能这个 是不是很多人连电子邮件 连电子邮件都不会check了 我是每天还是会check 所以check inbox 或者check whatsapp 通常会给他马上就有压力 inmediate stress 试着躲开这件事 I try to avoid that 我们今天讲的都是很生活的一些英文 所以他试着躲开这件事 I try to avoid that try to avoid checking your inbox or checking your whatsapp in the Taiwanese case we check our line app for social media messages 所以他试着avoid这个 然后和平的起床 try to wake up peacefully 好多了这样 好所以这边 大概可以啦 来再往下看 Lie in bed with my phone 所以一样 这个是躺在床上 然后跟你的手机 这个lay in bed是错的 应该是lie 你看外国人都常常犯这种错 我们在 我们好像大概几集以前 曾经讲过就是 趴下跟躺下的分别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有看的话 那我在那时候有说 我们之前 我们之前整理过 就是躺跟趴跟骗人 这个字 我不应该讲躺跟趴 躺跟放下跟骗人 这三个字 我很久以前整理过 那我们上一集没有整理 我们这一次来整理一下下好了 OK 所以 我们先写一个骗 欺骗的骗 这个字基本上就 马英九跟沉水扁 马跟扁 骗 然后下一个字是躺 一个生字旁 那最后一个字是放下 那这三个字 就是在学英文的时候 常常会卡住 因为它长得有点乱象 它的变化有点很急巴 所以 Line是骗 过去试还是来加个D就好了 过去分词 长得跟过去试一样 然后它现在的分词是Line 所以这是骗的时态的变化 躺呢 则是 同样是Line 现在是 过去试是Line 然后这边是Line 然后这边是 一样是Line OK 然后接下来 这边这个Line 我等一下会告诉你 大概怎么记会稍微有点点帮助 我们先把它整理完 那接下来过去试是Line 这边还是Line 然后这边则是Line 好 为什么说这个东西整理起来很麻烦 或者是同学学起来很困难 就是因为 你可以看到 躺跟片的现在式长得一模一样 你也可以看到 躺的过去式 跟放下的现在式 长得一模一样 所以这就是我们会比较出问题的地方 OK 大概这两个地方 所以有的动词的过去式 长得跟另外一个动词的现在式一样 这是我们在英文中常遇到的 学习上的小困难 爬不太过去 或者你记不太起来 那这个东西要怎么记比较好记呢 我个人是这样的建议 其实比较容易搞混的是 躺跟片这两个字 你看我们刚刚说的 躺下式 现在式是Line 过去式是Line 很多人以为Line是现在式 所以很多人以为是这个样子 可是 不是 躺是Line 不是Line 那这样记 我们刚刚说片是这个字吗 是上面这个Line Line 对不对 那我的技法是 片这个字的英文 是这三个字里面 唯一一个没有骗你的 所以片这个字 反而没骗你 因为它三太长一样 你只要加个D就搞定 它是一个固 它是一个 它是个固定的变化 OK 它是规则的变化 下面则是不规则的变化 因为你看它现在是跟过去式长不一样 很多动词规则变化 就是加个D或加个ED之类的 像你说play这个字 过去是play加ED就好了 过去分词一样加ED就好了 那片这个字 就是规则的用法 所以片是唯一没有骗你的 它三个长一样 所以你就Line就对了 那躺则是就不一样 所以躺你要先记得 它的现在式跟片一样 Line 那你想它的过去式呢 它有骗你 所以它的过去式不是Line 是那一个 跟另外一个字的现在式 重复的字 是那个Line OK 我自己是这样子记得 但我甚至也没有记 因为我就是习惯了 用习惯了 我已经不会用错了 那你如果说还没有说记得习惯的话 我大概可以推荐你这个方式记一下 好 那我听懂 好所以假设我昨天躺在床上看手机 I lay in bed and was scrolling through my phone yesterday 所以I was 过去式 I lay in bed 过去式 所以过去式的句子 躺要用Lay 不能用Lie OK 那我现在躺在床上 I am lying in bed I lie in bed 现在是 那放下这个字呢 这个集物动词 后面要加受词 例如说 放下你的痛苦忧伤之类的吧 so lay your troubles down 这个动词片语是OK的 If you lay down something 就把什么东西给放下来 OK 好 那这个Lay的的用法还有 做爱这件事情可以说成是Get laid 好像是你被人家放下来 你想像一个 一个人抱着放在床上 然后你塗上去 大概是这个概念 所以那个人就Get laid 这样 这个翻译有点奇怪 但我只是想帮助你记忆而已 好 所以你看这个外国人他是写错的 所以Lay in bed with my phone 这是不对的 OK 然后下面的人说Doing that right now I just woke up 我现在这么做 好 然后下一个人说的是Groam 所以早上起来第一件是Groam 是什么呢 之类的 啊这个就是Groam 所以发出声音 Groam 打一下 OK Groam 然后以及或者骂脏或 啊TMD 这样子 OK 然后再来 下一个 Snuggle time with the dog He insists on playing his version of the hide and seek where he shoves his face under a pillow And I find him and scratch his ears 好可爱喔 所以他的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是跟狗狗的snuggle time 这个snuggle就是两个人抱在一起然后磨蹭这样子 所以跟狗狗磨蹭snuggle OK这个词很可爱 snuggle 所以跟狗狗snuggle 这个是给你看好了 就两个人在那边磨蹭snuggle 那这个狗啊 坚持 一件事情 He insists on playing his version of the hide and seek 这狗坚持要玩他的 躲猫猫 他的版本的躲猫猫 his version of the hide and seek 那怎么玩呢 所以用一个where 来继续介绍下去 所以在这个游戏中 他把他的脸啊 藏在枕头底下 所以狗狗把脸藏底下 so 这个shove 这个字就是塞 OK 我们也曾经介绍过这个字就是用力猛推一把 也是shuff 可是也可以是塞东西 像假设我在吃东西 然后把食物狂往嘴巴塞 这个字 这个动作就是shuff I shove food in my face into my mouth OK 那在外国还有一句会骂人的话 就是要是你不喜欢什么东西 是人家给你的 那或者人家讲过一个什么话 然后你就说你把你刚刚说的话 或者你这个东西 塞回你的屁股里去吧 所以shuff it up your ass 常听到这句话 OK 所以shuff something up in somebody's ass 多半是对方的你的这样子 so you can take that and shove it up your ass 我来塞回你的屁股里吧 这样子 所以这个蛮常看到的 所以他的狗狗会把他的脸塞在这个枕头底下 然后他就会来找到他 因为你知道事实上根本不用找 他以为他躲起来的根本没躲 然后再抓他的耳朵 scratch his ears 所以抓就是scratch 好 这个回忆相当的可爱 然后再来 I go right from my phone 所以他醒来之后 直接就抓手机 It's practically a reflex at this point 所以这件事情已经成了一个本能反射了 我们就直接用这个字叫做reflex OK reflex我们多讲几个次 像例如说 我们说有那个 你要是喉咙 喝醉酒了 你想吐 吹吐 所以你要去触动喉咙的嘔吐反应 我们就叫他喉反应吗 我也不知道 总之那个叫做gag reflex 如果你塞个东西塞得太深了 那你也会 哈这样子 如果你有点想歪歪的 我就是指那个意思 这个我们不要讲太细 所以有这么一个词叫做gag reflex 就是你喉咙的喉反应 这样子会有喉咙的干呕的那一个 引起那个反应 这个叫gag reflex 那还有一些什么reflex呢 像 例如说我们把那个脚叠起来 然后敲膝盖 有没有 那个吸反应 那个也是一个reflex 不过有 我们有时候称它为kneed jerk reaction 这个kneed kneed kneed jerk 就是叮一下 所以有这么一个词 你写kneed jerk reflex 大概也可以 有时候我们比较常看到kneed jerk reaction 那这个词已经可以延伸到 不只是我们刚 我现在讲这个吸反应 你对任何事情 有一个类似吸反应的直觉性的一个反应的话 你都可以这样子说 例如我们谈到一个 有一个概念叫UBI 就是政府免费发钱给所有的人 因为现在很多的机器人 可能要取代掉我们的工作 然后这些大公司赚的钱很多 所以我们不如抽他们比较多税 然后把这些税就分给我们大家 然后当成是一个 我们称它为Universal Basic Income 就是大家都能够普遍都能得到一个政府的这个社会上的补助 那这是一个在美国曾经有的一个总统参选总统的候选人 然后他是台湾人的后代 他叫Andrew Yang 我还蛮常提他的 所以很多人听到这个概念的时候 他的直觉反应就是 That's not gonna work 你怎么可能免费发钱给大家有那么爽的事情 那这个社会 大家就不用工作了 然后一定会变得 大家就在那边躺平耍懒就好了 那可是根据他的分析跟研究 绝大部分人即便拿到这笔钱也不会不想工作 人还是会想做点什么 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跟存在的 就像你如果不付钱给我 我还是会这样做影片 so that's me 那你如果愿意付钱给我 我当然很高兴 而且影片我也会继续做 所以我还蛮同意这个UBI 应该是会work的 那可是一般人的need jerk reaction就是 That's not gonna work 好所以懂我意思 所以need jerk reaction 不见得只能用在真正的那个C反应上 也可以用在你听到一件事情的一个直觉反应 你觉得这是对的不对的 直觉地想出来 没有经过脑 没有经过思考 那个也可以称为need jerk reaction 好延伸的用法 OK 所以这边往下看 然后再来 stretch see which cat has joined me and give them some cuddles 所以伸懒腰看哪一只猫要加入我 所以听起来他有超过一只猫 然后就跟他们cuddle一下 这个cuddle就是抱着躺着 就是cuddle OK 然后下一个人说了 make my bed then pray 啊酷 所以 铺床整理床的动词就是make 我或许可以把这个当成是今天影片的标题 make my bed 所以我问你一个问题 do you make your bed 就是你是不是会早上起床后整理床铺床的人 make your bed 那还有一个英文的片语很有趣 就是make your bed and lie in it 所以如果你说有一个人铺了自己的床 然后一定得躺下去一定得睡下去的话 你在表达的意思就是 因为你选择做了一件事情 你就得必须接受他后来的不快乐的这个 不愉快的一个这个结果就是后果 所以这个自己做自己受 自做自受就是you make your bed and lie in it 好ok 所以这个片语也稍微知道一下下 you make your bed now lie in it 好 所以make your bed and lie in it 你看又看到了躺这个字 还不错 所以make your bed and lie in it ok所以我们讲到这里大概差不多了 大概复习的话就算了吧 我们今天讲的也蛮长的 所以这就是外国的 因为我们刚刚看的是女生版 所以外国女生会做的事情 大概跟我们台湾人也差不多 所以讲了半天世界上的人都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好总之我是Paul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们下次见